炎热的夏天也正是港海好时节 但同样要注意安全 7月11日三门一男子赶小海 寻宝途中中暑 歇息期间又遇到海水涨潮 结果被困海中央进退两难 我们赶到现场以后发现 被困人员离我们岸边将近四五百米的样子 而且当时在涨潮 我们看了以后不能够实施救援 发现附近有一艘小船 马上联系了当地的老乡 事发当天下午三点 三门普霸港牛头山前海域 因涨潮海浪滚滚 在此起彼伏的海面上 被困男子索性抓住了一根 海面养殖户插在海里的竹竿 才没被海浪卷走 但在海水中 男子随着海浪左右摇晃 随时可能发生危险 由于海浪不小 在救援期间 民警乘坐的船只被海浪冲开数次 差点连人带船被卷入海里 时间就是生命 民警顾不上自己的安危 竭力向被困男子靠近 最后通过投放救生圈的方式 最终将男子安全救回 前后不到半小时 所幸罗某 后患者的船只被捡到你 结果今天应该是 说白云结果的下车 结果的船只没上了 因为我到处还不够了 可是这个都挖挖起来 撒过来 结果挖的 马出鼻子有点感冒 您有点 见老有点 对啊 对啊 有求进去的 挖的那个 自己的小孩 就要求在这个 所幸罗某运气好 被岸边群众发现 并及时报警 否则后果难以想象 民警叶志远对罗某的危险行为 进行了批评教育 再三叮嘱其赶小海 要注意安全 记者杨芳红编辑报道